110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法式滾球錦標賽 國中三人男子組冠軍戰 由南港高中國中部對上藍牙國中 在一整天的賽事中 兩隻籌隊從全台8個縣市 總共18隻隊伍當中脫穎而出 來到最終的決賽 而這場北部內戰 從一開賽南港高中國中部 就有一個不錯的開局 這場藍牙國中幾次的投擲 都沒能靠上目標色球 港中在第一局拿到2分 以2比0戰時領先 來到第二局 藍牙國中一掃 前一局狀況不佳的陰霾 在第二個球力道控制的恰到好處 剛好落在目標色球附近 不過接下來港中第三次的直球機會 卻將目標色球擠出場外 在雙方都還沒有得分的情況下 以合局收場 第二局結束還是港中以2比0領先 然而來到第三局 藍牙國中在第一球一高技巧的頭指 將對手的球擠到離目標球較遠的地方 也順勢將自己的球帶到很好的位置 並且延續好手感在倒數第二球 也直出好球 順利拿到2分 雙方戰成2比2平手 第四局 藍牙國中連續上一局的好手感 連續5球落在離目標色球非常近的位置 也讓全場觀眾掌聲連連 最終藍牙國中收下5分大局以7比2領先 緊接著第5以及第6局 藍牙國中乘勝追擊 在第5局又拿下了1分 將領先擴大到8比2 而第6局 藍牙國中一周將力道控制得非常好 球都落在距離目標色球非常近的位置 雖然港中有嘗試用射擊戰術化解危機 但都沒有成功 最終藍牙國中13比2英球 多下奮捷冠軍 回來局台 綜合報導